我看一下是什么 是烤廊是吧 从餐厅里面收回来的 这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吧 大家好 我现在重新回到了阿富汗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骨折男孩 他还记得我吗 姐姐 好了没有 之前腿搭着骨折 好了是吧 让我过来坐是吧 谢谢谢谢 过来 把头发剪短了 我刚开始都有点嫩 认不出来他 我先给他擦一下鼻涕吧 上面还有一点点 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谢谢 好董事啊 主动帮我去把卫生纸给扔了掉了 这些都是他的孩子是吧 上次来只看到了两个 现在四个孩子 他一共有多少个孩子 十一个 十一个孩子 八个牛大三个男大 他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是吧 老公还是做那个推车的工作是吧 把他的母亲接走了 对对对 可以照顾他的母亲 哇这也是件特别好的事情 现在他们的主要劳动点还是他的老公 他老公出去推车 一天可能五十亿 可能一百亿 也可能没有钱 五十亿就相当于我们人民币 是三块钱左右 要养活这一大家子 那你们每天吃什么呀 吃些面包是吗 他们的孩子在外面 收下来然后 拿了一个袋 这是你们吃的呀 我看一下是什么 是烤狼是吧 从餐厅里面收回来的 对对对 这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吧 你看他们都正先口后的抢 慢点吃 看着孩子们这么抢着烤狼 像宝贝一样 我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再去给他们买点食物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商店 走进去吧 那帮我翻译一下 我们要买 面粉 我们还要两瓣鸡蛋 买一袋土豆 还有洋葱 对 这么乖 这么懂事 帮我拿一下 他们的西红柿也不太好了 随便挑几个 大家也看到了 这里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差不多了 挑挑点点的 一共多少钱 这是啥意思 他说 你们来到阿富汗帮他们 他也要 这个东西要送给你们 你跟他说我们在外面不占人便宜 谢谢他的 但是这个我们是必须要付钱的 这个多少钱 我们必须把钱付给他们 感觉挺好吃的 感觉挺好吃的 这个应该是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 我怕你把那个鸡蛋给弄倒了 还真先恐吓地帮忙拿东西 我们先放这里 这个面粉是50公斤的 买了洋葱 西红柿 鸡蛋 还有那个土豆 我够他们吃一个月的 因为这里条件也有限 你看他们就 立马坐在这个面粉上面 我们放心 我们不会拿走的 我特别佩服你 你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母亲 一个人带大这么多孩子 这也是我自己 尽自己的一点微博之女 等一下我让翻译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们保持联系 我也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拜拜